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折叠的这个木结构的这个相机呢拍了两张画面啊拍的是一个铸铁的小佛像 然后呢用这两张画面呢把它叠合在一起把这两个底片叠合在一起进行扫描 然后就合成出来一张影像 我还是很喜欢这张照片的啊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啊 把它这个佛像的两种影像叠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种感受力就就特别的强烈了 那这一次呢我的尝试的想法是呢 因为石板工艺的特点呢 它可以用在不同的这个载体上 一种呢就是这种玻璃载体 就是用玻璃来做这个底片的载体 那么用玻璃来做载体的时候呢 它有透射和反射的两种方式 当它透射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起来看它呢像一个附片啊 就是这个黑白附片 可以用它来当做底片来 在相纸上进行接触印象 或者是放大照片啊 如果是你把这个玻璃的这个影像 放到暗色或者黑色的这个背景上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反光啊就形成了一个正向 这是这个石板的这种工艺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我就在想啊 这个做一个影像的这种合成的尝试啊 一方面是用这个玻璃的载体 另外一个呢就是石板呢 可以用这个铝板作为载体啊 这个就是一个薄铝板 那么这个铝板的表面呢 是有一层黑漆 用这个薄铝板做载体的时候呢 这个药膜呢就在这个黑漆的上面 所以显完影之后啊 它自然的这个黑漆就成为了 它的这个底色来衬托这个影像 所以呢如果用薄铝板这种黑黑底的薄铝板来拍摄的话呢 它就没有办法透射去看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射来看的 这样形成一个正向 那我现在就想啊 头脑里就构思了一个这样的画面 就是用玻璃的透射和铝板的这种反射啊 用两种这种呃材料 它的不同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来构思一个画面 呃那么我就把这个石头呢 把它拍到这个前面这个画面拍到玻璃上 然后后面呢我就头脑里先想好的这个画面 就是一个石头在手里面啊 在手里面手要去抓这个石头一样啊 这样这么样一个画面呃 想做一个这样的尝试 如果这个尝试成功了呢 那我就可能会继续的去思考啊 怎么样用这种工艺和这种方式来做我的一个呃 新的一个作品 那么在实际拍摄过程当中呢 这个难度要比我想象的大啊 这个因为本身来说石板工艺的这个他的工艺本身就难度挺大的啊 成功率很低 呃尤其是呢 还是要拍这么小的一个石头啊 把这个小的石头把它拍到这个玻璃板上 然后可以看到呢 实际上这个影像呢 就是这个石头的影像呢 已经比这个石头本身要稍微大一点了 它已经是一个微距摄影的状态了 呃用这个大发布相机拍微距本来就很麻烦啊 再再加上这个石板 用石板这种方式来拍 当时在拍的现场的时候呢 就遇到一个麻烦就是 这个石头怎么固定的问题啊 好在就是说呃 我们村啊 就是有很多能人啊 这个呃 萧老师呢 他动手能力非常强啊 他就建议我给这石头打一个洞 所以他就拿了这个电钻 把这个石头打一个小孔 然后在后面呢 用铁丝啊 把它固定住啊 当时固定的时候呢 开始用铁丝发现呢 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啊 伸得很长之后 它会晃动 这样的话 他拍拍摄的时候呢 就容易拍虚 所以后来呢 又把它固定在了一个这个铝管上面 放到这个架子上 这样呢 才解决了这个 它的这个固定问题 当时拍摄的时候呢 是在下午啊 拍完这个石头呢 大概也有两三个小时就已经过去了 然后后来呢 就又拍这个手啊 因为在现场的时候呢 拍摄板的时候 手忙脚乱的 所以我后来呢 就是在现场呢 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拍视频了啊 就是所以在拍手的时候 这些后来的这些工作就没有去做 手这个影像呢 就是也是一个微距摄影的状态啊 手是放大的 然后呢 用一个黑色的背景啊 手呢 伸在这个阳光下面去照射啊 形成这样一个影像 那么当时拍完的时候呢 感觉呢 是觉得不是太满意啊 就是还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张 然后第一次尝试的手忙脚乱 然后呢 我回来呢 就把这两张板子呢 干了以后啊 就把它合成在一起去看它 感觉呢 这个没有充分的达到我原来的预期的这个效果啊 把两个板子稍微离开一点的话 这个效果出来了 就会就就好一点啊 然后呢 我是把这两个板子呢 把它扣在这个扫描仪上 当时扫描的时候呢 把这个这两块板子中间啊 隔了一个大概一公分的小空隙啊 这样呢 它有一个虚实的这样本身的变化 而且它会有明暗的一个对比 扫描之后的这个结果呢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这个因为它扫描的时候呢 近处的这个板子 贴在下面的这个石头的影像 就会比较亮啊 就会显得更加明亮 那么手的影像就会弱一点 那这样扫描出来 结合出来以后的样子呢 我还是很喜欢的啊 尤其是这个银的这个反光啊 如果用彩色模式去扫呢 它还带了一点金色 带了一点很漂亮的金色 如果是想用这个试板啊 想把这样的作品拍好呢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大的 其实作为严格来说呢 如果是想把这个作品当成一个严肃的作品来对待的话呢 这一个下午嘛 从两点钟我们大概拍了拍到六点钟 这一个下午的四个小时呢 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啊 如果是这个结果觉得啊 达到了预期或者说有了一些这个确定的想法的话 那么再继续在做的话 那么每一张作品啊 大概都是至少需要一天时间啊 去慢慢的去去尝试啊 慢慢的去调整啊 尤其是如果你两块板子一起合成的话 第一个板子和第二个板子的曝光啊 包括这个影像的位置啊 都是要去仔细的调整 这个相当于是把尸板摄影的这个难度级别啊 又加大了好几倍啊 这样的一个状态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因为我有大概七八年没有拍尸板了啊 我就在拍的过程当中 我又回想起当年我去拍这个古老的风景啊 那个时候带着所有的药品啊 带着这个玻璃带着相机 跑到各个地方啊 开车有的时候开一两千公里 跑到那些地方去拍外景 那是一个让我非常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啊 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了 那我觉得尸板摄影这个过程 真的有点怎么说呢 可以说是用自虐来来去形容吧 但是这个这种自虐的这种过程之后呢 你带来的这种欢喜啊 这种惊喜 它影像的这种独特的这种特点啊 带给你的这种成就感 是其他摄影方式不能带给我的 还有就是尸板摄影呢 它真的能让一个人特别特别专注在 你眼前的这个创作上啊 专注在你的头脑中的影像 和你去对这个影像的思考 以及技术上的这种运用啊 这个是对一个人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种 呃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磨练 好吧 那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我后面的陆续还会有一些摄影上的尝试啊 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好 我们下次见吧 好 感谢观看